那么好消息是 刚才我们所给的这样一种多层次的茶草树 偶合起来这种茶草树结构 其实是可以推广 甚至可以很自然的推广到高位去 当然前提是你的数据结构 你的这种树的这种数据结构 要写的足够的好 比如说你在定义的时候 你可以将这种Tree of Trees的这种写法 直接的嵌套起来 甚至再嵌套起来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功夫 如果你要觉得这方面还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去补一补数据结构和算法方面的知识 好 我们现在假设你已经了解这个了 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 通过不断的嵌套定义嵌套定义 得到BST of BSTs of BSTs of BSTs 得到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 很自然的就可以得到 所以这种方法不仅效率很高 而且实现起来其实也很简单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一般化的 在一个地位空间中 对应的效率罗列一下 我们说在一个地位空间中 它所需要占用的空间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指标 也就是N乘以LogN的D减1次方 回顾一下刚才D等于2的时候 验证一下 我们所需要的空间是NLog1次方 是吻合的 那么接下来 这个结构所需要构建耗费的时间 也是跟刚才一样 N乘以LogN的D减1次方 同样回顾一下刚才D等于2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构造时间 也是N乘以LogN的2减1等于1次方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QueryTime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和我们所有的这些算法的度量的指标一样 我们首先都会把这个output sizeR 单独地放出来 因为它并不能表现你这个算法的性能 U1 真正的这个算法U或者列 实际上取得于它最终后面的这个search 所消耗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需要的时间复杂度是LogN的D次方 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方法 也可以很自然地可以推论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最后要LogN Lo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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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要有LogN的D减1次方这么多个指数 而其中每一个指数都要各自的消耗LogN的时间 合在一起 正好是LogN的D次方 和我们刚才D等于2的时候 依然是吻合的 然而好消息还不止这个 实际上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种技巧 运用这种技巧 我们完全可以使得这样的查询 也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这种操作的复杂度 进一步的下降 比如说对于二位的情况而言 我们可以将这个时间复杂度 从平方优化到LogN的D次方 请不吝点赞 fucked by zag